我们现在经常可以听到一个词叫做中年危机 指的是人到中年的时候面临的种种困难 其中也包含婚姻危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很多中年夫妻会选择分床睡 哪怕有些夫妻年轻时候感情很好 整天腻在一起 可一到中年还是慢慢分床睡了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现象的频繁发生呢 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 激情不在 结婚之后爱情慢慢转变为亲情 再轰轰烈烈的曾经 也已经只能在回忆里去追寻 甚至回忆里的色彩都渐渐淡去 十几年的陪伴和相守 激情早已不在 新鲜刺激感早已远去 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 导致的争吵反而越来越多 相互欣赏已经成为过去 现在只能从对方眼里看到满满的不耐烦 和深深的厌恶 所以此时睡在一起 就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仪式 成立一种折磨 如果此时有一方在出轨 或者双双出轨的话 那么就更容易导致分床睡了 因为到了这种地步 还没有离婚的 大多数都是看在家里老人的面子上 以及顾虑到孩子的成长 所以分床睡就是很自然的一种选择了 二 无法忍受的习惯 随着婚姻生活的继续 夫妻双方对对方一些习惯 癖好的忍受能力也越来越差 比如有的男的喜欢抽烟 人到中年烟瘾越来越大 搞到房间里乌烟瘴气 所以有些妻子受不了 选择分床睡就很正常 再比如如果有一方睡觉喜欢打呼或者磨牙 而另一方睡眠比较浅的话 很容易半夜被吵醒 无法继续入眠 久而久之 无法忍受 也只能选择分床睡 三 减退的欲望 男人到了中年 各项身体机能下降很快 生活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接踵而来 再加上 妻子给自己带来的新鲜感的消失 所以夫妻生活的欲望越来越低 阿女性此时 反而有比较旺盛的需求 这种此消彼藏导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极易导致夫妻之间的冷战和争吵 进一步导致分床睡 这一结果的产生